有一个陕西的小伙伴给我留言 说他自己每天看我吃饭 多少有点厌倦 能不能给他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 可以不辜负他们全村妇女对我的依恋 好吧 冰箱搜出一块 前年我收藏的五花肉 咱们简简简单的顺道 享受享受 大家看一下这雪花 相当nice 当时他曼淼的身子深深的吸引了我 所以我毫不犹豫收取一刀落 把它拿下 来上一半 咱们先来上一块 来个电饭锅焖肉 没想到它只是需要起表 这个横截面 非常之惊喜 先把这个表皮咱们给 简单的处理一下 咱们把这个表皮给它撩一下 这样可以有效剧出 猪皮上的杂毛 以及它的鱼腥味 然后水里边稍微来点水 咱简单泡上10分钟 然后接下来咱们把姜 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15分钟以后 咱们拿小刀 把表皮给它刮洗干净 准备一个洋葱 给它掐头去尾 咱们给它切成小片 然后咱们准备几个腐乳 把腐乳汁来点 来点生抽 花椒粉 稍微来点盐 大料粉 来点老抽 来点蚝油 再来点黄豆酱 稍微来一点点香醋 然后咱们把姜片 给它均匀的铺到这个电饭锅当中 再来点洋葱 然后咱们把这五花 放到锅中 然后咱们把酱料搅散 给它倒倒 看边 然后咱们小火 给它煤上半个小时 然后咱们把这个洋葱 切成丝 再给它切成小丁丁 然后咱们来点葱末 来点姜末 然后准备几个花锅 把它的屁股去的 然后咱们把花锅 给它切成片 接下来咱们准备了线椒 把它的屁股给它去的 这个线椒非常刺激 今天又是轰轰烈烈的一天 咱们把线椒 给它切成小圈圈 然后咱们再来点小米椒 咱们把屁股给它全部去掉 然后咱们把那个小米椒 给它切成一种斜刀片 然后咱们把五花拿出 给它切上一些 咱们把五花给它切成这种 小纸粗细的这种小拧拧 OK一切准备就绪啊 咱们开始炒正 首先咱们把五花给它下到锅中 咱们把五花炒变色 炒出油脂以后啊 把葱姜末给它下里边 然后把洋葱末给它下里边 然后继续给它煸炒一下 这样以后啊 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生抽 给它简单煸炒一下 OK 咱们给里边来点辣椒酱 来点卤葱 然后来点花椒粉 来点大料粉 稍微来点盐 然后咱们来一勺番茄酱 然后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水 然后咱们把香菇给它下里边 给它炖上二十分钟 把韭菜给它切成小葱段 咱们把辣椒给它下里边 然后咱们把鸡蛋 蛋液 给它打到上边 接下来韭菜咱们给它下到锅中 然后咱们给上边来点辣椒粉 然后给上边泼点热油 然后来点白芝麻 然后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水爆开一口 咱们把面条给它下里边 面煮差不多 咱们给它捞出 哈喽哈喽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 下来一口 哈喽哈喽哈喽 哇 我们看一下 哇 哇 超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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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把这碗大陆面来点吧 来一块点 我今天真的辣 我来一杯饭 我想吃一下 你就想吃一下 我要吃一下 我来吃一下 你去吃一下 哇 这个面简直越吃越辣 我的口腔简直燃烧了 咱们再来点 这个味道得得很难 咱们再来点